神秘人来到刺客组织风流房 要星小月在90天内 杀了七星楼楼主秦百川 白云早就厌恶了杀手生活 拒绝接下这个任务 还劝说星小月放弃风流房的生意 过回原来那种平凡的日子 你以为我不想吗 可是这个任务我不能不接受 为什么 如果任务完成不了 不到我要死 你要死 整个风流房都要从此消失 什么任务 这样让七星楼楼主秦百川 神秘人敢打秦百川的主意 自然有实力灭了风流房 他把任务委托给星小月时 星小月就已经没有拒绝的权利 白云明白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只好答应接下这个任务 这事交给我办吧 江南七星楼楼主秦百川 90天内 杀 白云动身来到江南七星楼 发现三天之后 就是秦百川的60岁大寿 这正是一个刺杀秦百川的绝佳机会 与此同时 一个叫做谢雨顺的老人找到了秦百川 名义上是替秦百川注寿 实际上是寻求秦百川的帮助 他的女儿双二在几天前 被赵家中的两兄弟强行逗了地主 不堪受辱上吊自尽 而赵家兄弟家道中落 如今在温家宝充当护院 据老夫所知 温家宝的温达开 是出名的大善人 而且处事公正 要是兄弟既使他的护院 照理温宝主 会为你主持公道 谢雨顺去找过温达开 奈何温达开偏袒赵家兄弟 只是让两人向谢雨顺道歉 紧接着给了谢雨顺十两银子 便将他轰出了温家宝 双二得知无法讨回公道 万念俱灰之下上吊自尽 秦百川得知谢雨顺的悲惨遭遇 当即命令秦密前往温家宝 替双二讨一个公道 秦密领命来到温家宝附近 恰巧遇见了温家大小姐温燕荣出行 温燕荣不仅长得奇丑无比 还特别的嚣张跋扈 而他身边的两个护院 正是赵家庄的两兄弟 秦密见到这一幕 瞬间有了报复赵家兄弟的主意 夜晚降临 秦密在客栈找到了赵家兄弟 利用两人囊中羞涩的弱点 装作身长万贯的豪客 假意要寻求两人的帮助 两人见秦密一掷千金 很快与秦密打成一片 秦密故意将两人灌醉 又说要带两人去以乡楼快活 两人迷迷糊糊之间 被秦密带去了温家宝 停在了温燕荣闺房的院子中 随后秦密进入温燕荣的房间 出手点了温燕荣的穴道 哄骗赵家兄弟进入房间 秦密建计谋得逞 拿走了赵家兄弟和温燕荣的衣服 撒得满院子都是 巡逻的家丁见到满地衣物 连忙将情况告诉给了温达开 温达开带着仆人到来 发现女儿被赵家兄弟玷污 痛斥赵家兄弟恩将仇报 命令仆人暴打起了两人 秦密建赵家兄弟得到惩处 动身返回了七星楼 问打开纵容赵氏兄弟强奸民女 我就以欺人之道 环治欺人之身 利用赵氏兄弟强奸她的女儿 我这么做 总算替双儿讨回公道 秦密自以为做得不错一件双雕 却没发现秦柏川的脸色很是难看 显然秦柏川并不满意秦密的做法 画面一转 白云在古董殿找到了楚江南 要楚江南带他去七星楼 他要替秦柏川助手 楼主爱借交天下的朋友 尤其是有本事的朋友 主一定很高兴认识到白兄 那我先谢谢楚兄 好 明天见 明天见 时间来到第二天 群雄齐聚七星楼替秦柏川助手 秦柏川当众宣布 今天既是他秦柏川的大寿之日 也是他儿子秦密的大婚之日 秦密文言虽然有些措手不及 可他相信自己的父亲 一定会给他找个美若天仙的妻子 秦柏川带着秦密进入内院 让他先看看自己即将过门的妻子 谁知当秦密揭开盖头 却被未婚妻吓了一跳 怎么不会是你 相公 我不是你相公 相公